哈喽大家好,我是李飞白 现在KPL各大战队的名单都已经公布,变化还是挺大的 有很多选手都悄悄消失了 大名单上再也看不到他们的名字 有一种英雄落寞的感觉 首先就是A7的孟磊调出大名单 他虽然一直占着一个名单,但是始终没有上场 不过孟磊一直都代表着A7的信仰 现在没有了孟磊不知道是能成为A7新的代表人物 然后是DYG 其实这次DYG的名单只有9个人,还有空缺 但DYG宁愿让某些选手消失 也不愿让他上大名单,比如肖爵和一同都调出了大名单 这个赛季DYG还引入了前涛博打野乡军 以及GOG的中单文帝 加上这两名新队员,也没有凑过10人 很可能肖爵和一同要一直直播了 TTG这边变化并不大,只是把主教练换成了校风 原主教练胜任成了赛选总监 淘博这边变化也挺大,一个是湘军离队少了一个强力打野 辅助小盾也没有了名字 主要是湘军的离队让淘博很伤 作为一个指挥型打野并不好找替补 其他战队还有很多老将淡出了名单 比如KSG的陆西法 RW霞杜杰,WE的初心 还有WE的小新突然就转型成为了教练组成员 果然电子竞技很残酷,老选手淘汰的很快 新选手也在不断涌落 希望在场上的选手可以珍惜比赛的时间吧 小伙伴们如何看待淡出的这些选手呢